九支是单选第六题 他问的是下面各种基数 他谁的作用目标并不是内分泌线 所以你必须要对这些 简写他代表什么基数 你得要非常熟悉 我现在把这四个基数 他的中文念一次给你听 然后我们来做一下整理 像A选项 他叫做CRH 叫做肾上腺皮质素性素释放基数 那他来自于下肢球 B选项叫做性腺促进素释放基数 也来自于下肢球 C选项这个PRL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很少讲这个基数的缩写 这个基数叫秘乳基数 Prolecting Prolecting TRO LACTIM 所以PRL 所以我上节课讲说是这个C 然后这个珠选项叫ACTH 叫做肾上腺皮质素 处肾上腺皮质素 或是肾上腺皮质促进素 好这么多这么复杂 我们回到我们课程所看到的PPT 这个图就可以把我们这几个选项 整合在上面了 首先这题考到的油 GNRH 狂起来 叫做性腺促进素释放基数 有考的CRH 就是四双腺皮质促进素释放基数 好那其他的没考到 另外他也考到这个PRL 叫做催乳基数 我写在这个PRL 另外他也考了什么 ACTH 叫做促四双腺皮质素 或叫四双腺皮质促进素 好这样看起来 这几个选项中 哪个选项我没有选到 看一下 总共有四个选项 好那我们看它的作用对象 首先这个GNRH作用在脑垂腺前页 所以这个可以 它的作用对象是内分泌构造 脑垂腺前页当然是内分泌线 CNRH 作用在脑垂腺前页也对 ACTH作用在肾上腺皮质 那肾上腺皮质也是内分泌线 所以这个ACTH也对 所以这里答案不对的是只有它 因为催乳基数 它作用在乳腺 让乳腺制造乳质 乳腺不是内分泌线 所以这里答案就要写 PRL-prolecting 催乳基数 或叫密乳基数 所以答案是C 好这是第六题